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我们的潜意识在跟我们沟通或求救的时候 你很可能有什么心事未聊 有什么秘密很想要抒发 或者是有一个困扰 你很久的什么事情正在浮现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静心就很重要了 多到一些地方走一走 或者是修一下禅 或者了解一下一些上天的讯息 靠近一下庙宇走一走 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当然水性逆行的情况下 我们都要知道沟通或交通的问题 也都是有停滞的现象 我们也要小心酒精 毒品 或者是上瘾的东西的影响 所以你开始有感受到瘾 这个东西对我们有负面的部分 戒除它是我们这段时间要有意识的 那此外呢 水逆跟太阳即将要合向了 在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这也代表我们的心里的秘密 慢慢的浮现 那个让你烦躁的原因也会浮现出来 它就是要我们去处理它 面对它 那当然这是一个不舒服的过程 如果你意识到了那个秘密和在 去把它搞清楚 重要的 此外呢 静心现在在水瓶座了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网红 或者是政客 这一类的人物呢 他们有自己行走江湖的逻辑 而且越来越受欢迎了 你是否感觉到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呢 的确因为天望星进入金流 以及火星来催化之后 我们已经感受到新世界正在展开 其实网红们在我的心目中 他们就是新一代的创业家 他们的成功典范呢 也会带给大家很多的启示 你也会意识到 我们谁都可以从头做起 都可以从这里创业 大家不妨开发自己的能力来试试看哦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是如何呢 工作方面呢 巨蟹 狮子 天平跟双鱼座是有感应的 巨蟹星座的朋友 以工作上来说 在节奏上很重要哦 所以你应该要找到自己的tempo 或者是好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早上几点起来 然后几点下班 几点做什么 只要有一个规律 你很多事情就会上轨道了 另一个呢是狮子座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有非常多的会要开 不过这些会是真的有必要吗 或者是沟通有没有效呢 有一些人是不是只会花枪 然后并不会真的在做事呢 这个是需要你的判断哦 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 另一个呢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 你是很有效率的 你很有效率 所以别人看到你会很有压力 那当然你要懂得带领大家 而不是逼迫大家 要记得哦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上呢 有些事情要开始收尾 要开始做一个最后的冲刺哦 所以这个阶段呢 你一定要让自己提气哦 很多事情不能再随缘了 要记得哦 我们来看爱情方面 那就是金牛双子水瓶跟摩羯座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呢 你不能够要求太多 予取予求哦 很可能你不会这样觉得 可是对方就会觉得你有公主病 你有皇后症 或者是国王病等等 那当然这种太过自我的话 小心对方吃不消而离开你哦 另一个呢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在感情上你挺好的 就是你蛮迷人有魅力 所以可能别人就会很担心 觉得你很那么夯 所以会想控制你 会想要限制你等等 所以他越爱你 你越不开心 这个要沟通一下哦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了 摩羯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 你可能有过犹不及的问题 比如说你想展现歧视的这个精神 对方反而觉得你关心太多了 但你稍微冷淡一点呢 他又觉得你怎么一点都不爱我 这真的很为难 拿捏的刚刚好挺重要 所以你花多一点心思在感情方面吧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 其实对于老夫老妻型的情侣哦 这一周是相当不错的 你会感受到有默契 或者是两个人很享受家居生活 也可以介绍对方给家人认识哦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那是天蝎跟射手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最近钱赚的是不少哦 的确前一阵子可能 钱也花的挺多的 所以引发你的焦虑 所以咯就没关系 钱赚多一点 左手进右手出 就会比较安心咯 基本上你的整体的素质 或者是收入都在提升 所以不要焦虑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理财是很需要的哦 千万不要交给别人 最近有很多重大决定 需要自己处理 你面对金钱 你才会赚得更多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就是白羊跟处女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健康方面呢 就是有用脑过度 或者是头部的一些问题 比如头痛 头上长什么 脸上长痘痘 或牙齿痛 反正跟头部有关的事情 都要多注意 如果生病的话代表你现在很焦虑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老毛病复发 可见得你有一些 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的地方 但是没有把自己好好照顾 所以她现在要来报复你了 自己担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